能像这样见面是件好事 眼光相近的人才能共同开启一段愉快的对话 初次见面 你好 我是建筑设计师卡维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 请先详细说明你的需求 懂得欣赏美 是一种好的品德 人不能老师们在家里 多出去走走吧 上次的方案还能优化一下 趁没到截止再改改好了 怎么下雨了 糟糕没带伞 你看到了吗 刚才那道闪电的形状好特别 背后有点漏风的感觉 胸口也有 太阳晒久了就想睡觉 跟熬夜工作的感觉差不多 都是头晕 不是第一次来了 可每次都这么热 有没有阴凉的地方 睡得好吗 希望你今天顺利 别遇到那种一大早就能惹你生气的人 正午阳光好烈 我晒在外面的材料怎么样了 今晚能看到许多星星呢 不觉得是个好兆头吗 放空大脑 忘掉所有烦心事 晚安 谈到专业领域 我算是个骄傲的人 学者面对自己的专长大多如此 不如说 这是我们的根基 假如连这份骄傲都失去了 我就不可能再对自己和别人提出什么要求 艺术性 理解也正常 不过偶尔还是希望别人能理解一下 看透一个人的理想 才能真正触摸到他 我一直这么想 但理想美梦这种东西 接触自己的或他人的 都是在冒险 会开启某些可能 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面对那些 可以的话 我不想把这句话说出口 拥有愿望 有时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 幸好 我不讨厌我的神之眼 明白自己为什么而进行创造的人 值得尊重 你应该也这么觉得吧 外行经常认为 妙论派建筑设计师的专业领域 就是土块木材什么的 这种观点 肤浅到没必要与之辩论 假如把各种材料拼在一起 就叫造房子 那就是在否定这门学科的意义 建筑设计是人文的一环 也是艺术 艺术无法脱离人单独存在 使用者的感受 观看者的心境 我会考虑这些 对 怎么更好的融合艺术表达 与人文需求也很重要 小吉祥草王 是一位非常贤明的神 充满智慧 更拥有常人无法匹敌的美德 他能理解包容他人 在须灭这样的学术之国里 他的沉稳叫我钦佩 偶尔我会想 神明难道就毫无烦恼吗 智慧 时常伴随困惑而生 那什么才算得上真正的幸福 谁都不可能从人群中找出第二个像他一样令人无语的家伙 这话就算他本人来了我也敢说 你也知道他很聪明 都说聪明人容易脾气差 这话算是对了一半吧 可他不一样 他完全清楚怎么表现的更符合大众定义的友好 只是不想 假如你觉得他脾气很好 或者觉得他死板教条像台机器 那说明你们还不够熟 他就是太有性格 普通人理解不了 艾尔海森帮了我一些忙 如果我们的关系还像学生时代那么好 我肯定会三天两头感谢他 现在嘛 说不出口 也不想就这么承认 该说是有好有坏吗 很多事就像命运的恶作剧 不是重来几次就能看清的 当然 能认识这样一个人也算难得 他要是能收起性格中比较恶劣的部分就更好了 好吧不可能 提纳里亚 你见到他就会明白的 他是非常好的人 善良又渊博 而且从不将知识当成炫耀的资本 他是真心喜欢他的工作 建造卡萨扎莱宫那段时间 我向他请教过挑选园艺花卉的办法 他回信给我 后来还帮我处理了一些别的问题 哦对 塞诺也是我通过他认识的 多蒂是卡萨扎莱宫的主人 你说什么 废话 卡萨扎莱宫当然不是我的 别说了别说了 他很精明 懂得如何控制别人为自己办事 我 我因为一些原因欠他钱 那件事很复杂 反正 还是希望他手下留情 别总是为钱的问题折腾我 他明明可以成为更善良的好人的呀 怎么会这样呢 塞诺看似冷酷无情 其实很热心肠 记得当初提纳里说 要给我介绍他最好的朋友 我一回头就看见一个气势惊人的风机官走进门 真没想到 本来以为那种类型的风机官 不会跟学者走得太近 不过塞诺的冷笑话我受不了 冬天听到那些会汗毛倒数 他约你一起去提纳里家吃饭的话 你最好多穿件外套 我和克莱见过不少次了 他一直跟在提纳里身边 既是助手 也是学生 克莱做事很认真 又有耐心 比同龄人可靠不少 嗯 不过能看出来 他的心是不少 尼路作为舞蹈家的实力 无容置疑 祖拜尔剧场能招到这样一位演员 未免太走运了点 听说他性格也很好 跳舞时一直在笑 对每个观众都说鼓励的话 等有时间 我也会去看他的演出 发露山前辈心直口快 听说教练院有些学生怕他 能理解 不过他从来没有什么坏心思 就是一心扑在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上 有人觉得知论派都难相处 这个嘛 他应该也请你当他的学生了吧 的确 发露山前辈有时像个疯狂的推销员 学问倒都是真的 这点不会错 听说我在虚迷小有名气 都是大家随口说的 我自己觉得还好 在这里生活久了 谁都有可能出名 保持低调才难 但愿你不是通过破产丑闻认识我的 如果你想听 我也可以给你讲讲我的优点 你应该不会去教练院当学生吧 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我建议你就算要去 也别选设计 设计很有意思 累也是真的累 刚毕业那会儿 我在前辈手底下打工 每天做牛做马 被人使唤来使唤去 坚持了好久 差点把自己累死 人的审美很难统一 但美是一种相对具体的概念 我认为美学之中存在基础标准 审美本身也不是不能提升 就是费时需要大量积累 你需要这方面参考的话 可以来找我 有人说我经常惹麻烦 这算什么话 只要一个人还在前进 难免会跟其他人事物发生摩擦 不能因为怕麻烦 就对很多事视而不见 休息时我会去喝酒 酒能冲淡烦恼 嗯 嗯 是啊 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嗯 别这么看着我 好吧好吧 我承认我就是有很多烦恼 没做完的工作 解决不了的困难 人和人的隔阂 难道你不会考虑这些吗 音乐 建筑 雕塑 绘画艺术 都是值得花时间欣赏的东西 不敢说我都会 但有了兴趣 以后说不定能全部精通的吧 你看 至少我会弹琴 烦恼啊 嗯 最直观的烦恼 还是经济问题 我不是赚不到钱 我不是赚不到钱 而是留不住钱 生活中有太多可能用到钱的场合了 一不小心就 哎 不过别担心 我比以前好多了 会提高警惕 避免陷入困境 酒 热汤 有奶油和奶酪的菜肴 这些我都喜欢 还有新鲜水果也不错 太辣太烫的东西很难入口 我不行 至少也要等放凉了才能吃 真不错 能教教我怎么做吗 拿来下酒不错哦 今天是你生日吗 恭喜你 生日是很重要的日子 也是一年之中 最容易想起家人的日子 希望你能在这天有好心情 感觉不错 谢谢 还能再来一次吗 视野变得更开阔了 我想把这份感觉延续下去 拥有的力量越多 能做到的事就更多 哪怕完成这些事需要代价 哪怕理想从来都建立在痛苦之上 我也 不想后退 扫描 来吧 障碍清除 看好了 工程开始 万众瞩目 新发现 捡到好东西了 很开心吧 该说是意外之喜还是超乎想象 真是麻烦 没有下一次了 走开 这里交给我 到后面去 还有 没完成的事 为什么 不许 不许 践踏我的理想 别这样 没什么的 需要帮忙 放着我来好了 是甲方吗 还是 哦 不是啊 都可以 我可以 说是吗 是不是 没有 20 都可以 想描